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讨会举办 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 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边研部 江苏省委宣传部 省委党史公办 淮安市委共同主办的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讨会 在江苏淮安举行 研讨会现场江苏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王燕文表示 相聚在周恩来同志的家乡怀安市 以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 传承弘扬周恩来同志的伟大精神和崇高风范 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王燕文说 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 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时代传承弘扬周恩来精神 一要立足新的时代方位 深化周恩来精神研究阐释 二要讲好周恩来的故事 深化周恩来精神学习宣传 三要着眼培养时代新人 深化周恩来精神教育实践 江苏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家乡 要进一步推进 兴起学习周恩来 研究周恩来 宣传周恩来的新热潮 让周恩来这个光荣不朽的名字 在新时代更加意义生辉 让周恩来的精神风范 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中共淮安市委书记 史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 在致辞中表示 一直以来淮安人民都为家乡走出这 为为人而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他的崇高精神 更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周 从李慈市四十多年来淮安市委 市政府领导班子换了一茶又一茶 但弘扬周恩来精神 这一主题始终没有换件 行周恩来精神这一传统始终没有别 传承周恩来精神这一责任 始终没有忘谣小冬说 我们将以这次研讨会照开 为契机准确把握 六个杰出楷模 精神内涵和时代意义 劳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淮安提出的 把周总理家乡建设好很有象征意义 出托要求积极开展 建行周恩来精神建好周总理家乡专题教育实践活动 切实将周恩来精神内化为精神追求 外化为发展力量 研讨会现场会议 为优秀论文作者颁奖 部分获奖论文作者代表作交流发言 下午还进行了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愿相会与中华腾飞世界时 周恩来使致中华崛起的理想抱负 和历史贡献两场主题研讨 教育体操起的理想